匪夷所思,男子带心生儿打车,被要求给吉利树车费和一挂鞭炮司机,我们一行四人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出院,在寒风中好不容易等来一辆出租车,司机却已有机会为由俱在,经过理论最后要求我们给一个吉利树的费用更匪夷所思,但是还要我们给他买一挂鞭炮11月19日,向记者提及自己的遭遇落河市民言先说, 先生仍感到气愤不已,抱着先生儿出院乘出租车,却被拒在记者,了解到,今年34岁的落河市民言先说,前段时间刚喜得一子本来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,没想到在出院时,却遇到了一件烦心事,11月18日中午12点左右,我们一行四人抱着孩子出院,准备回家在医院门口拦下了一辆出租车, 颜先生,告诉记者,让他们没想到的是,出租车司机停下车后,看到了颜先生的儿子和刚生产,完的妻子马上变了脸色,表示不能让他们上车这让颜先生感到十分不解,他当即上前询问缘由, 司机告诉我说,开车,那尤其是出租车司机都有忌讳,不愿意接新生儿和刚生产完的产妇严先生说,听到这个理由后,他和司机争论了起来,要求给个吉利数车费还要买挂鞭炮经过一番争论, 司机表示能让他们乘坐带要求给一个吉利数的车费,我家和医院就在同一条路上平时坐车兜,是起步驾司机却张口要八十八元,颜先生说, 由于妻子刚生产完身子较为虚弱,再加上天比较冷,他们着急回家再和司机商量后,同意支付十八元车费只希望能尽快回家,但最让颜先生等人感到匪夷所思,的是司机随后又提出了一条附加条件, 颜先生等人必须给他买衣挂鞭炮否则不能上车,落合市区早就全程禁止放鞭炮,那我去哪给他买鞭炮,这要求实在让人无法接受, 颜先生说,他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,对方随即启动汽车开走了,落合如今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, 出租车更是向万人展示落合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,没想到部分司机却如此封建迷信,实在是令人惊讶, 颜先生,对记者,说,以前只在新闻上看到过类似事件,没想到这次却真实发生,在了自己身上实感,是令人感到气氛此事并非个案, 竟已成前规则,据颜先生介绍,他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后,得到了众多好友的响应, 甚至有人打来电话,希望他能坚持向客运部门投诉, 我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,他妻子在生孩子时,也曾碰到类似的情况, 当时让自己的一个好哥们儿去接对方都不愿意去让他伤透了心, 颜先生说如此陋习更应该早日破除,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针对此事, 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,不接亲生而即刚生产,玩的产妇已成了不少人知晓的潜规则, 我当时生孩子出院的时候,丈夫因工作外出不在家,特意叮嘱我们坐车时, 多给司机点钱,不然别人不愿意接,洛河市民李宁化名告诉记者后来她的丈夫实在放心不下, 又专程从外地赶回来,把他们接回了家,也不光是出租车司机大部分开车的, 都不太愿意新生而即刚生产,玩的产妇乘车, 这是流传下来的一个说辞,一位在出租车行业待了十多年的司机师傅告诉记者, 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新生而和刚生产,玩的产妇身上带有血气会招来血光之灾, 所以对此极为忌讳,除了这一点还有坐月子时,不能串门,生孩子,不能在娘家生等,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封建迷信采访中,不少洛河市民也呼吁到, 面对一些不合理的传统习俗,人们应该去遭破流精华, 也希望能尽快破除这些匪夷所思的封建迷信。